主席 當地時間星期二夜晚 以色列國防軍南方司令部指揮官 阿倫勳克曼爾少將 向南部作戰部隊下達命令 以色列步兵、裝甲兵、工程兵、炮兵和海軍部隊 在空軍的掩護下進攻加沙 打擊哈馬斯恐怖分子 以軍表示過去一天 襲擊了大約300個哈馬斯目標 包括樹井下面的反坦克導彈 和火箭彈發射站 擊敗多名哈馬斯成員 據報以色列軍隊星期一開始 由南北兩個方向同時出兵 夾攻加沙城 沿途受到哈馬斯分子反坦克導彈的抵抗 以色列軍方星期二公布影片 裝甲推套機為坦克清理道路 而部分建築物被摧毀 國防軍還公布了以軍引爆哈馬斯首領 薩克利亞魯里住宅的影片 有軍事專家分析 以色列地面部隊 並未直接進入加沙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目的是保留裝甲兵團的機動性 逐漸消耗 並蠶食哈馬斯武裝力量 以便營救人士 以軍星期一曾經成功救出一名被俘虜的士兵 軍方表示 已經在加沙地底龐大的隧道網絡中 與哈馬斯槍手展開激戰 尋求救出更多人質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還有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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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